台湾的电视剧在很长一段时间很流行,特别是在大陆,基本上在8090后这一代,台湾的电视剧特别是偶像剧非常流行,那时候,学校里面到处都能够看见这些跟偶像剧有关的东西,特别是连买零食的时候,太多这样的东西了。 而且这些电视剧里面的演员都是我们那时候崇拜的对象,还有各种情侣约会都是按照这些偶像剧的套路,有时候想想这些小时候的情节还是觉得很好玩的,虽然很幼稚但也是青春的一种象征,以前的偶像剧真的有很多了,什么种类的偶像剧都有,想看啥类型都能在电视上看到,而且还很容易让人迷进去, 但还是有很多人在偶像剧里面沉迷,感觉很舒服,那时候喜欢的明星太多了,最喜欢就是焦恩俊了,焦恩俊现在都被人家成为大叔了,不过只是因为他的年龄到了大叔的年龄了,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。 据说又有一次他在网上晒和他女儿打合照,很多人都说他俩像情侣,说明焦恩俊大叔保养的是多么的好,焦恩俊以前就长得很帅,而且这么多年来,他的相貌基本上就没有变,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加有味道,在以前台湾的时候就很有影响力。 当然最大的原因是长得很帅的,没有人对帅哥有抗拒力的,而且他的演技也是非常好的,演过的很多电视剧都是童年的经典必看剧,而且演的角色都是很有气场的,一出场就能把人给镇住的那种,他演过的电视剧大部分都是古装剧,只要他那一个眼神就能看出气场。 以前演一些武侠剧里面的主角的时候,在遇到别人围攻的时候,只要他眼神一瞥就能让敌人感到害怕,是那种畏惧,所以小时候看他演的很多角色都很崇拜他,现在在看的时候还是觉得他很有魅力,据说焦恩俊对待自己的女儿非常好,每次都和他女儿到处互动,对他的女儿动态非常关注,还经常提醒他女儿这个那个要注意,真的很有意思了, 不过也能看出父女俩真的是很有爱,据说他的女儿也是非常漂亮的,真的是继承了他老爸的帅气基因,真的很羡慕他女儿了,焦恩俊也很喜欢做饭,据说他没啥事就在家里做做饭。